Hello,大家好,我是老卡 今天早上呢,我无意中看了几个视频 就是讲同学聚会的 这事吧,我还挺有感触 而且也挺有经历的 跟大家讲讲我这个同学聚会的事 我是79年上初中 82年上的高中 85年上的大学 这一晃都三四十年了 所以说同学聚会呢 也还是常有的事 现在呢,就是疫情之前经常回去 回去呢,就小规模的跟同学聚一聚会 大家迟迟合合玩一玩 都是比较近的朋友吧 就是我在安德顿 有一年好像是高中组织了一场 就是比较大规模的 我也回不去嘛 但是在出国之前呢 那时候就已经是什么高中毕业 85年高中毕业嘛 就是他们就组织了好几次大的规模的聚会 我谈谈我的体会啊 挺好玩的 其实我看现在的跟我那时候也差不了多少 因为毕业之后吧 就是大家各奔东西嘛 不管是大学毕业还是高中毕业 而且呢,都是忙工作,忙事业,忙结婚,生孩子 就是三十多岁之后呢 大家生活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了嘛 就是孩子可能也都稍微大了一点了 就逐步的有大家组织大一点的同学聚会了 好像是零几年的事吧 咱们高中同学组织了一次 但这次呢,挺好玩 我这个人吧,就属于年坏的人呢 我给大家讲讲那个故事哈 就是有几个同学去组织 但是呢,他们组织的什么呢 说要到一个沈阳的郊区去过夜 还有呢,就是女生不交钱 其实我今天看的也是因为这些事嘛 我呢,当时就非常大的敌处 是这样,说一个前提哈 我上高中呢,我还没成熟呢 对男女不感兴趣 也不能说对男女不感兴趣 就是没有什么花边 跟女生呢,就是没有太多的接触 也都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大了之后我知道 当然高中已经很成熟了吧 男男女里的有一定的感情纠结的 或者怎么样的,也都有 或者是有一定想法的 但我那时候呢,是啥想法没有 不光是那时候,我啥时候想法都没有 所以说呢,我就很敌处 因为什么呢,我觉得都是各有各的家 各挣各的钱 我对哪个女生也没什么意思 大伙聚一聚,就是聊一聊同学情谊 女生为什么就不交钱呢 我这人没有那么大方 其实我倒不是说我差了点钱 但是这个做法,我就是非常反对 如果你要谁有钱,当然有同学发展好的 那你愿意出这钱你就出你知道不 你愿意泡哪个女生,你愿意泡泡去 还有一个,你住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个人觉得有点无聊了 当然我这可能是小人之心 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吧 吃完饭了,该回家回家 该照顾孩子,照顾孩子 该照顾媳妇,照顾媳妇嘛 你搁那住那,就算是你有相好的 或怎么样的,你去小居过去聊去吧 你愿意拉谁拉谁,谁跟你走 你就跟谁,还搁那住呢 所以说我对这个极不赞成 所以说我就忽悠我身边的那些好的同学 不去,没意思 其实说心里话 跟我好的朋友还基本都挺支持我的 所以说呢 平常跟我接触多的那几个哥们儿 也都没去 后来呢 因为我初中,我更小了嘛 就是对初中同学联系的不多 再后来呢 就是加到初中同学了 初中同学我觉得就是很热情,很友好 比方说我现在要回中国了 他们的个群里号召一声 让大家吃饭,就是AA制 我觉得这挺好的 而且呢,我们初中同学呢 也有比较困难的同学什么的嘛 还建立了一个就是互助会 大家捐点钱 谁有病的时候 或者是咱们还有一个同学 生活不太好 低保的,他还身体也不好 还真的是时不时的赞助一些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究竟关键呢,实际就是这里的群主 就是领导人得好 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这个东西得有一个正能量 没有什么歪心眼 或者没有别的想法的人 来主持这个群 或者是这整个这个小组织 这样呢,才能把这个 整个这个,就是同学的情谊 维持得更平稳,更好 你要是想法太多了 我个人认为啊 可能小人之心啊 我觉得自然就把这个大家 这个同学情谊给破坏了 本身我们就是 不管是三年同窗啊 或者还有六年同窗的 什么的 这都是一个同学情谊 真的仅次于兄弟姐妹了 当然了,就是每个同学 都有发展的好的 发展的坏的 其实同学聚会是大家一个 就是叙旧的 并不是一个险的 拔份的一个地方 如果你跟同学都拔份的话 我觉得就没啥意思了 或者你要真有钱 你就请大家 你便拿大家的钱 投你所好 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没什么意思了 但是呢 确实还是存在一些这样的人 这样人我觉得真的是 就会把这个一个小组织 整个感情破坏 因为我看了一下 也确实是这样 因为呢 毕竟有些人 可能生活水准并不是很高 我建议大家啊 就是大型的啊 尽量的简朴一点 把老师请来什么的 跟老师叙叙旧 同学呢叙叙旧 这都很好 尽量少花钱 多办事 因为你这样呢 才能照顾到所有的同学 或者是呢 你可以开发一些 就是发展的很好的同学 出点钱 捐点钱什么的 如果他愿意的话 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事 你知道不 不是一个摆排场 拔份的一个地方 其实这个 你真的是选错地方了 你跟同学装什么牛逼啊 说起来实际 我就有点生气啊 其实这就是我的想法 即便是同学聚会 其实你不管他混得好 混得差 我们哪看这个实际是 我们看的是我们同学的情意 一起共同生活的日子 这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我觉得是 是很 就是很值得纪念 永远刻在我们记忆中的一个 美好的时光 你为什么要破坏 不管你是 有没有别的想法 我觉得都应该变得很平和 很平时的去 跟大伙儿 去叙旧 去相见 去握手 今天呢 就白话到这里 只是有感而发 谢谢大家 我是老卡再见